萨贝宁在主持界已经算得上是头号人物,虽然个儿不算高,也不是特帅,但是能吸引众多眼球的关注。 她能多才多艺,才华出众,喳喳呼呼的性格,总是能让人们津津乐道。 现在的萨贝宁已经有了自己家庭,但对于家庭,她似乎不喜欢多透露。 据了解,萨贝宁的妻子是加拿大吉,白富美,中文名字很诗仙,李白。 而今天,我们要说的不是她,而是另外一个人。 很久以前,现在也是,罚着频道有一个当家主持,叫萨贝宁。 电影频道也有一个当家花旦,叫图金伟。 图金伟和萨贝宁被称为央视金童玉女,两人不仅才华相当,而且相识也非常的有意思。 2006年,央视梦想剧场推出方言搞笑版《上海滩》。 萨贝宁担任男一号,图金伟女一号,两人的这一次合作擦出了火花,随后没多久,金伟和萨贝宁就被媒体拍到一起看电影。 1980年9月6日出生的图金伟,曾主持过十多个电视节目和二十多个现场活动,还担任过金企百花电影节星光大盗仪式的主持人,获得过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三十年风云人物奖。 生活中图金伟言语随和,着装朴素,完全是一个邻家女孩的蠢真形象,与她银屏上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相差很多,而在连续主持了众多电影的相关活动之后,她也从一个学生慢慢走向成熟。 2010年,两人同游欧洲的照片被曝光后,两人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携手出现过。 2010年,图金伟被媒体拍到开豪车,住豪宅,搭上了有钱的富豪。 这段维系了四年的恋情,被证实证实成为过去,图金伟现在依旧在主持电视节目,但对于她的婚姻似乎从来没有报道过。 如今,37岁的她依旧单身,而萨贝宁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。